果然是妖圣齐天的气息 很难想象你们几个年轻人居然能够得到 妖圣齐天的主徒 不过还是那句话 守护我们景星湖的妖圣阁下 并不是你们区区几个年轻一代的人族 想见就能见到的 即便拥有妖圣齐天的气息 你们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直接召唤妖圣的资格 徐阳冷笑一声 哼 没时间和你们多费口舌 说吧 到底要怎样才能够请出妖圣本尊出面 就在这时 这些妖族强者当中 那个九姬妖皇冷笑一声 这家伙看不出他到底是怎样的本体 已经完全人性化的形态 让他在这群静星狐妖当中 有着超然的地位 冷笑一声 一步踏向了虚空之上 以俯瞰的视角 凝视着徐阳三人 当然是要靠实力说话 你若能征服我等 自然可以达成所愿 徐阳文言轻轻点了点头 很好 这也是我最渴望的得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说完这番话 徐阳一步踏空而上 对着眼前一幕 轻轻挥了挥手 强大无比的气息 瞬间从体内爆发了出来 扩散向周围的同时 无穷无尽的冰冷气浪 瞬间从徐阳的背后 辐射向下方 静心湖表面 殊不知 整个过程正是徐阳 凭借自己强大的海神领域 将周围的水属性气息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悄无声息之间 便将自己的永恒剑道 和周围飞散起来的水汽浪花 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那种几乎没有办法融化的水之剑芒 铺天盖地的水之剑芒 击舍而出 仅一个照面 便轻而易举地抹杀了周围 成百上千的低等级妖族 殊不知 徐阳并没有彻头彻尾地大开杀戒 毕竟他此番前来 是为商定妖人两族共同和解的计划 并不是单方面地想要屠戮这些妖族 因此 徐阳这一招起手势 不过是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罢了 天呐 这年轻一代的强者 似乎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呢 仅仅只是这么轻易的一个动作 就能够爆发出这般难以想象的恐怖威力 这家伙到底是来自六岛皇族当中的哪一脉啊 想不到居然出现了这么个惊天伟地的人物 看来这一次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身边不少八级妖族强者暗自开口 全都将目光锁定在了虚空之上 落在九级妖黄的身上 毕竟在这静心湖范围内 虽然居住着数以千万计的海族妖类 可是他们都很清楚 只有九级妖黄级别的强者 才能够直接与妖圣本尊进行对话 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这一战 九级妖黄不亲自点头的话 那么徐扬他们 同样没有资格直接面见妖兽 即便是身边这些八级的妖族强者 也同样没有越界做决定的资格 果不其然 徐扬这一波手段固然强大 但是想要征服眼前这个九级妖黄 显然还是不够强度 对方哈哈大笑了起来 只一刹那间 在他的背后瞬间兴起百丈之高的翻天巨浪 恐怖的浪头自带无比强势的吞噬技能 毫不犹豫地锁定在了徐扬的本体之上 让我未来发挥一下自己的实力 我倒想和你这个人族新一代的天之骄子 撞一撞 看看我们之间的实力 到底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 徐扬在听到对方这个九级妖黄的言论之后 也是轻笑着点了点头 既然你有这个想法 我当然会满足你 环衣一落 徐扬双指微微合在一起 指缝之间迅速凝聚出一道 无比纯粹的战蓝色剑芒 这一道剑芒的凝实程度 远远要比之前那些纷飞而下的剑语强大 显然 徐扬是要将自己的力量整合到一处 由范围性攻击 转化为单体锁定的进攻模式 强大无比的剑芒顺势飞出 携带着无比恐怖的惊天一剑 势不可挡的威力 就这样当着所有围观者的面 狠狠斩在了眼前这个九级妖黄的面前 两股力量当空对撞在了一起 纵然这九级妖黄一念之下 便能够兴起百仗浪涛 可是这样的情况 对于徐扬这个经历了数十万年的存在而言 简而言之就是毛毛雨罢了 果不其然 他凝聚出的这永恒一剑当空 便将这百仗惊涛斩成了虚无 九级妖黄根本没想到 徐扬这看似不经意间凝聚出来的一股剑气 竟然能够强大到这样的程度 直接打乱了这九级妖黄原本的一切计划 他的眼神当中也充满了惊恐之色 带着那种不可思议的神情凝视着许扬 你这个家伙实在是太让人惊喜了 九级妖黄话音一落 掌心之中迅速多了一柄无比通透的冰蓝色海叉 这是他凝联出来的本命神器 拥有相当恐怖的威力 并且徐扬也在他的海叉表面 感受到了无比浓郁的人族血脉的气息波动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你这把本命神器 应该已经斩杀过数不清的人族强者 并且拥有西式人族血脉力量的能力 你应该也是凭借着本命神器 吞噬得来的最为纯粹的生命力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的 徐扬一波判断何等的精准 九级妖黄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说的没错 但是说实话我这把本命神器 最渴望的还是你体内浓郁的血脉气息 要是能够将你的力量给吞噬掉的话 恐怕我的实力还能更进一步 徐扬轻轻点头 希望你能够美梦成真啊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不想受伤的话 还没有人能够伤我一分一毫 徐扬这番话说的何等霸气 也是让身边的清冷女子和肖香两个姑娘 为之深深的动容 他们两个涉事未深 第一次见到如此气概的男人 又怎么会丝毫不心动呢 徐扬霸气言论说完之后 整个人身上的气息 似乎比之前更加强横了 不知几分那么简单 即便是跟在他背后的肖香 和这个轩辕黄族一脉 最有天赋的清冷女孩 也是被他这霸气绝伦的一幕 深深的震撼到了 本能地向后退出数百米开外 给徐扬留下了足够施展 自己强大实力的空间 然后徐扬虽然身上的气息 恐怖到了这样的程度 可是他出手时 举重若轻的样子 却远远没有对方那般疯狂的样子 不过是弹指一挥肩 一股强大到无形的光环 迅速守护在徐扬的身体表面 没过多久 那由纯粹水属性力量凝聚而成的 太极图腾 缓缓在徐扬的身体表面流转着 这看似不过巴掌大的一道光环 居然能够将眼前来自九级腰黄 打来的所有力量 轻轻松松的化为虚无 感谢观看